7月30号 市政协召开七届第十八次常委会会议 认真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 围绕聚焦打造科技硬核 大力推进核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 开展专题协商 市政协主席林杰主持会议 市委副书记于新国出席会议 林杰表示 要以奋斗者姿态和干劲 吕好职 敬好色 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成果 转化为推动政协工作提制增效的动力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圳实践中 展现新作为 做出新贡献 于新国对各位政协委员的高质量建言表示感谢 希望各位委员继续献计出力 为高质量 高标准 高水平 推进核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 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陶永新 通报我是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我们要 Amber 高标准 i� 高达 那我们要设计划 我们要设计划 当我们要设计划